民陣申请七一游行以铜锣湾东角度做起点 但是警方发出不反对通知书的时候 就将起点改为维远草评 民陣提出上诉被驳回 又探晓童报道 民陣向公众集会及游行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 结果被驳回 说会用最低限度的方式 满足不反对通知书 我们只会安排 亦希望必要的团体以及市民进入维远草评 其余的市民我们欢迎大家在游行路线的沿途加入 呼吁主办单位或者其他的团体 不要再呼吁游行人士或者团体 大量地在游行路线里面插队 因为这个情况是会令到在游行队伍里面 和插队的人士 好意发生冲突 造成混乱 在上诉聆讯里面 民阵说 维远当日有庆祝回归活动 游行人士如果在维远集合出发 担心会有冲突 而且林郑月娥出任特首之后 社会上的争议减少 估计游行的起步人数是3000人 以东角度或者摩顿台巴士站做起点 都是可行的选择 不过警方说过去两年的七一游行 起步人数都过万 质疑民阵的估算不切实际 而且东角度只能够容纳约1500人 另外警方准备在维远加阔缓冲区 用铁码分隔参加不同活动的人士 预计可以避免冲突 上诉委员会最后决定 维持警方发出不反对通知书的条件 认为民阵的要求会对公众和游行人士的安全 造成负面影响 一致决定驳回上诉 有线电视记者谈晓彤报道